在星期二,美國加州洛杉磯家外一個樹林裡一間起火的木屋發生槍戰後 被指控犯有謀殺罪的一名潛逃前警察多爾納的命運仍然不清楚 當地警方說他們追蹤的一名男子進入那間小屋,並懷疑這個人就是多爾納 他由於謀殺三個人已扣在網上聲言要殺死更多警察而被通緝 一名警察在星期二的槍戰當中被殺 有報導說這間小屋起火時聽到一聲槍聲 之前警察為拘捕疑犯而打破窗戶,隨後又推倒牆壁 警方說房屋廢墟溫度過高不能進行搜索,所以不清楚疑犯的情況 調查目前正在繼續進行 洛杉磯警察局發言人說,可能還需要幾日時間才能確定疑犯的身份 多爾納是一名被開除的前洛杉磯警察 他在一個星期以來一直在逃 被多爾納殺死的人包括一名前警察的女兒和一名警察